是因为台北这个幼稚园 它是一个全国连锁的幼稚园 所以在台中也有 有两家 所以我们第一个措施呢 会针对这两家 来进行相关用药的情形的一个检核 那第二个呢 是对于其他的幼儿园 我想这段时间 家长对于喂药的情形 它落实跟这个法治机制的一个问题 也很关心 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呢 会进行12次的幼儿园的一个查案 这都是预防性的 家长不要恐慌 那我们只是希望保护措施做得更好 所以除了第一大措施 针对这两家 要进行专案的检核 用药情形之外呢 那其他的幼儿园所 我们每个礼拜 也会进行12次的一个查核 那另外呢 因为台中市有些这个地点 有一些医疗院所 那它有这个基于医疗的关系 必须提供相关的一些管制用品 管制用药 那我们也会进行全面性的一个基查 感谢观看